接下来这个主题是要介绍 线上免费制作海报的方法 什么叫做免费 就是不用钱 而且它又帮我们 已经做了一些很多的模板 那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其实做海报不难 可是你比较会遇到 平景点的无非就是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在什么位置放什么物件 比如说放文字还是放图片 第二个颜色 颜色我该怎么配 它会配得比较好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已经有别人帮我们制作好的一个模板 那我们只是把适当的物件 放在适当的位置 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很快速的可以做完一份海报 例如说假设我要办一个活动 老板只给我10分钟 我就要做出一张海报 你觉得有可能吗 还有既然是线上 线上的一个免费制作海报的一个网站 然后做完之后他就可以直接发送出去 发送让你到例如说脸书啊 分享 例如说你可以分享给谁 脸书 Twitter 就是没有LINE 有看到吗 真的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做到这件事 那你可能必须要先发布到脸书 发布到脸书再把图片抓下来 然后再放到我们的LINE里面去 用这种方式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了 首先我还是要从一刚开始 第一步开始跟你分享 比如说我们就先打开Google来去寻找 因为我想要去做免费的 我想要使用免费的设计海报 制作海报的一个平台 那网路上有没有呢 好 我们就找线上 这个线上两个字好像还蛮重要的 线上 然后呢 海报制作 然后免费 反正就是这几个重要的关键字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 PhotroJet 有看到啊 然后这个 Canva Canva也不错 Crayroll 反正就是 这没有很多就对了 那我现在就到这一个 海报 因为 因为其实我觉得说 我假设今天这一次 我介绍那个PhotroJet 然后下一次我上课 例如说我在别班教室 我其实已经教过这个Canva 好 所以你都去 如果有机会的话 去看我的那个线上课程 你就可以多去做一些比较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些东西都做不难 好 例如说我就选这个PhotroJet 来去当做是我要制作海报的一个线上平台 好 点它 点了一下以后呢 它在第一个画面 它说你是要去做设计 还是拼图 还是编辑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登录 登录的方式 你可以用脸书 好 那当然 请注意 不登录 照样可以免费试用 那我们就直接点 开始创建 所以第一件事 请问会不会到这个画面 我想一定都会 所以我们先一起先来到PhotroJet 好不好 然后你可以等一下有空的时候 稍微去看一下 它的主要的功能 这边就是存档 因为我没有登录 对不起 它不让我存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我可不可以发布 可以 可以 OK 反正就是等一下你会知道什么地方是要钱 什么地方是不要钱 或者是注册完毕之后 它可以给你免费7天的使用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注册 因为10分钟 老板给你10分钟做海报 你还要完成注册 是不是很麻烦 对不对 所以建议各位 你只有10分钟 如何快速做出一张漂亮的海报 它的目标就是做海报 达到宣传的目的 可以吗 只是到时候你可能会想说 这个如果都不用钱 那它也存活不下 这个注意一下 这个不要点 点下去之后 它就说 对不起 这是要花钱的 就是这一种东西 稍微注意一下 有这个 这个就是不用花钱的 好 我只是提供给你参考一下 等一下你可以点点看 这里面都已经预设了很多 很漂亮的照片 很多的文字 然后让你知道 原来做海报 其实无非就是文字 图片 然后在什么地方放对的物件 另外 色彩它都帮你配好了 你也不用担心配色的问题 好 请你们就先找到这个网站 那我们首先在这边 它就只有几个要做的是 范本 照片 文字 然后 贴图 贴图 这贴图叫 Stamp 就是脸书里面 或脸书那个心情 不是有这小小贴图吗 还有那个 例如说 LINE 制作LINE Stamp 它也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小型的贴图 好 背景 背景 大概就这五个 其实这些东西 是不是全部都在 Publishment里面叫物件 反正你就一个一个加入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最后你做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什么 存档 存档 然后呢 例如说 现在当我点存档 好 存成 它只能让你存成JPG 或PNG 好 就是存成图片 还有在这个地方 分享 分享 列印 好 那 这边保存工作档 你看又出现这个 当你想要保存 可能经过了 十天半个月之后 你要再叫出来 修改内容 这时候 你要做到这件事情 你就必须要先注册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是可以理解的啦 因为它是放在什么地方 它当时要放在网路上 所以 它要区别 这个作品是谁的 所以当然要先登录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第一个 就是范本 范本 你自己挑一个 你喜欢的 例如说 假设我挑这一个 这一个 结果它出现这个 就请你不要点它 好 那我们再看一看 看看 我觉得 假设我想选 这个好了 好吧 那我就选 这个 这个好了 因为像昨天我就有看到 在我们实拍捷运站有那个 免费施打流感的活动 限50岁以上 所以我还不符合资格 好 就只能去那边 看一看 哇 这样蛮不错的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如果这时候我们有一张漂亮的海报贴在旁边 让别人知道 有这样一个活动 这样是不是很好 好 你自己去想 你自己要的主题 那因为你想的主题 你就会去想说 嗯对 我觉得哪一张比较适合 好 例如说 假设这一张 就是你自己去挑 你自己去挑 这边有很多种 你未必一定要挑跟我一样的 好吗 你自己去挑 你喜欢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个样板的选择 范本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范本应该叫样板 因为在美工设计里面哦 我们几乎都应该是称为叫做样板 画板 样板 样板比较适合 打样嘛 我如果我选这个的话 他要打很多字哦 这边有字 这边有字 有看到哦 他每一种字 你都可以分别去打 好 例如说 这边我就打几个施打疫苗之类的 重造字 然后这边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 我也想要换掉 换掉 例如说 跟健康有关系的图片 好 例如说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我去 插入图片 这是我现在 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点选照片 照片 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选择 本机里面的添加 或者是 你发表在脸书上面的 夹进来 或者是这个 这个就是线上来去搜寻 线上搜寻 那如果 我今天我放这张图片 你看是不是就点进去了 当然 这张图片跟施打流感疫苗是无关的 好 就先把它delete掉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选它 然后 跟heals有关 然后接下来点选搜寻 它这边有很多很多图片 可以提供给我们去参考 为什么打健康出现的都是不健康的食物呢 草莓不错 番茄也不错 好吧 反正 它这边所提供出来的图片呢 如果我们要使用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例如说假设我选这一张图片 它是不是就放进来了 是蛮容易放进来 那放进来之后呢 重点 重点 稍微注意哦 在这外面的 它就变成没有颜色了 有看到哦 好 例如说这张图片 我可以去修改 例如说改变大小 改变大小 例如说改成这样子的大小 再放大一点好了 好 例如说我改成这样子的大小 然后这样子的大小 我还可以再去把它做什么修改呢 稍微做大一点好了 这边有可以旋转 可以水平翻转 好 甚至图层往下往下往下 先后顺序的对调 所以置到底层 然后上一层 有看到吗 就是取代那个 就盖过那个黑色 然后接下来这个特效的颜色 有看到吗 你可以把它改成黑色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黑色 你把这张图片改成黑白图 然后可能给别人的感觉 也不会觉得说 不会觉得说很唐突 当然啦 黑白给人感觉 黑白给人感觉就是有那个复古 复古的感觉 好 然后你也可以改成彩色 有看到 彩色的话 是不是就把上面这些主题的字 就变不明显了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种 你都可以去选 去选择 例如说选这一种 这一种 好 这一种 OK 所以你自己做决定 看你想要哪一种 这边是不是有透明度 例如说我可以把透明度 例如说变浅 有看到吗 下面那个黑色 是不是就明显出来了 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这都是美学上面 就是当我们要学美工 我们多多少少可以去玩的东西 所以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大量去修改 它的那个顶色 并没有 你只是增加了图案 丰富了图案 可以哦 好 所以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希望你们也学会 就是说 我这个颜色 颜色 假设我选择它 但是我把它设不透明度 它就变成一点点浅浅的颜色 填上去像浮水印的感觉 这样子的设计 其实都还蛮讨喜的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就 现在我们现在动手来去玩一下 修改 其中的某一块的背景颜色 让它变成好像是有图片在上面 记得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功能 属性里面 图层 我刚刚是不是先选择移到最下面去 移到最下面 然后再上移一层 这样就会在那黑色的上面了 因为那黑色绝对是背景 绝对是那个背景的上一层 好 接下来特效 特效这边有很多可是我喜欢玩的是这个透明度 透明度 例如说它有这个颜色 但是不要太浅 那我们就给它例如说25%的那个透明度 这样感觉其实是不是又比刚刚更漂亮了 好 当然啦 如果你不喜欢这张图片 是不是可以再去修改 再去修改 换成别张的图片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修改我们的照片 这样感觉是不是又更好了 如果把它换成我们的 例如说活动名称 时间 地点 最好是自己做自己的海报好不好 那接下来我就要谈这里面的文字了 其他这里面都已经设计好文字了 只是你把它改成你自己需要的 例如说我这个文字我想要改一下 这边是字体啊 可是快速点两下 然后去从头到尾选择 例如说假设我们打说流感免费流感注射 例如说那个免费流感 免费流感注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字啊 这个字因为我们是用中文字 所以你在这边我想能够选择的不多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假设我选这一个 这一个点它 它说请你先注册 注册它说免费是用期贴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 你看注册有什么好处呢 全部高级功能 就是那个环罐的 你全部都可以用了 还有600家模板 就是很多很多模板 有600个模板 那我不是要去 我不是要去那个 帮它做宣传 我只是告诉你说 当注册那个画面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注册 你也可以选择要注册 好 那这里面呢 这里面这个中文字体 答案是没有 你有看到吗 没有任何一种中文字体 好 例如说选这种 反正它都不会变就对了 好 通常哦 在就是台湾大陆 就比较少人会想要做这个免费现象 那你会说他做这个有什么好处 他可以做广告啊 他可以做广告 OK 在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这个字 还有时间地点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边是时间嘛 然后这边可以地点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那个捷运站 快速点两下 然后去修改 然后去修改 例如说 捷运入口处 然后接下来九点 每天的早上九点 然后到例如说十八点 反正它这边已经输入了 这个零九 所以这边应该不用输入这个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假设我这边 我就直接换掉 例如说北投 石牌 好 例如说 那个 那个 什么 支三 反正就是重点是 你要打这几个字就对了 支三 可以吗 剩下的 剩下你们就自己去打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里面 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字吗 对不对 好 你在选择看你要不要去输入 这样就变得好像是你 你的东西了 而不是他的东西 可以吗 一定要把相关的字打上去 那 这是文字 这是文字 那除了刚刚这一种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自行去选这里面的文字 你看哦 它这边是不是有几种 好 比较 比较 例如说这种好了 那当我今天快速点两下 是不是可以去编辑 例如说我就输入什么流感 注射 好 然后把这字稍微变大一点 那当然如果说我选择这一个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改到这个地方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做什么事 字的颜色 例如说我选择白色 白色 然后接下来字的大小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对齐的方式 靠左 靠右 字中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把它缩小回来 缩小 因为我们大概就只要四个字 四个字 然后把它放到适当的位置 那什么叫适当位置呢 你稍微去看一下 那个对齐 它是不是有那个黄色的线 可以辅助我们去做对齐 所以很容易对到那个中间 中间 好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 文字就介绍给你们参考一下 请你们自己来练习 早上自己海报里面 自己放自己的文字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把这个海报 准备储存起来了 就是把相关字都改好 因为它还有剪贴布跟背景嘛 所以我们一样去教一下好了 剪贴布跟背景 所以你有没有感觉 诶 这样做海报其实还蛮容易 蛮简单的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个剪贴布 剪贴布这里面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 形状啊 好 例如说形状 你这边看你要选什么 或图示 图示 例如说摄影 摄影的图示 好 那个趣味 趣味 好 例如说 假设我就 爱情自然化了 我放自然的图片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放个 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好了 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然后呢 放两个 例如说Ctrl键按住 不行 一定要复制贴上 不行 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复制 它不能用快速键 它只能复制 然后把它拉过来 好 那你在搬移的时候 你稍微注意一下 它其实有很多那个辅助线 辅助线 看你是要对齐谁 像我现在我想要对齐到那个捷运入口处 跟那个9点到18点之间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选这一个 把它放到 而且 有有发现 假设当我今天往左边移动的时候 那是不是多出现那个直的线条 直的线条 直的线条 好 就是方便我们两边的一个对齐 对齐 那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你可以去放这些东西 好 这里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那个 贴图 自然里面花朵 植物 天气 家庭 节日 好 对不对 所以你要做卡片那些 其实应该都还蛮方便的 再接下来 背景 背景 如果我们今天设单色的背景 好 例如说选择 选择它 它是不是就整个颜色换掉了 单色 单色 那我也可以选这个圆点 但是不要选到这一个 为什么这个不用钱 这个要钱 我也不知道 这是它定义出来的 这就是必须要先注册 注册 就登入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好 例如说假设我选择这一个 那提供给你们参考 如果说你这样设定 选择这种颜色的话 对不起 选到要钱的 因为我会选择跟刚刚那个颜色 比较接近暗一点的 暗一点的颜色 否则那个字的颜色都要调整过 好 那个如果刚刚我选择稍微亮一点的 像这个的话 这个字就会变不清楚了 好 所以建议各位就是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但这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样板 给各位来去做选择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就是如果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太多 选择到也变成是一个问题了 好 所以这两个就请你们自己 看看要不要再加进去 最后我们先来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 所以点选储存 这边有JPG 还有PNG可以选择 建议选择PNG PNG的话 它如果你有做透明的设计 它可以支援透明 然后这边重点是尺寸 因为小尺寸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1587乘2245PX 那其实你也不晓得这个是多大 因为一个像素 我们 你可能曾经用过像素的地方 就是点 点 12点字形大小 12点字形大小大概多大呢 大概就是0.4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以前我们还要 还要带你们去考那个美工证照的话 你就会算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现在不用算 大概知道说 12点字形大小大概是0.4 0.34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小 好 0.4公分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自己去乘一乘 不过他在这个地方 点跟DOT跟PISO是有差别的 1.72跟72.72分 就只有差一点点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点小尺寸 我们点中等尺寸好了 中等尺寸 然后保存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我们要看到这边 他说如果你喜欢他 你就要把这个网站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 有看到吗 这也是一个变相的变相的就是请你 就是帮他做广告的意思了 好 我们点这个免费 免费保存 他是不是就直接放下来了 叫做Photosate.png 好 他会放在这个地方下载 这边我们是不是就有一张这样子的一个产品了 可以吗 他把那个背景拿掉了 背景 我再换另外一种方式 你看一下 这边尺寸数还蛮大的 做成22479x3507 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档案 我把它存成那个JPG 你的设计正准备下载 好 我再重新存 存成JPG 因为我希望他背景要整个都抓下来 好 例如说中等尺寸保存 然后免费保存 是不是 两个 两个 PNG档案会偏大 因为他 不一定 如果我有透明的颜色 好我们现在去看 这一张 你看是不是跟他就有差别了 这一张他是把背景设为是透明的颜色 好 这一张 有看到吗 2479x3507 这张的档案大小4mega左右 这一张的话更小一点 因为他把背景颜色全部都拿掉了 好变成透明 变成透明 好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你这样也可以很轻松的创造出一张海报 然后把它 例如说放到Publishment里面 然后去把它列印出来 可以吗 是不是很简短很快速可以完成一张海报的制作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就去玩一下 我刚刚玩了几个 第一个就是 剪贴布 第二个背景 来去换一下好不好 这里面都有一些蛮不错的一些形状 还有就是背景 最后请做保存 还没讲完 因为这边还有一点点东西 好 请你们至少先把这个影像先存档起来 那我觉得我这是我个人的感想就是说 假设今天我们做完一个海报嘛 他这边是不是提供了一个社群的分享方式 我觉得这一块各位必须要了解 因为未来我们基本上 比较少真的把那个海报印出来 当然 当然现在在制式化的一个过程中 还是以张贴海报为主 但是还有更多种的方式 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脸书来分享 twitter甚至line来去做行销 就是把海报印给别人 因为这个档很大 所以他在那个上传到脸书的时候 上传到脸书的时候 可能会花比较久的时间 这个档真的很大 那4MB 宽度啊高度啊 可是这样好像有点久 重新点一下脸书 你看这样是不是也是变相的 变相的就是去做一个 怎么讲呢 就是photojet它就会收集到我的脸书的帐号跟密码了 那为了商科方便继续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点这个分享 这等于说 我的朋友也会看到我这张海报是由谁谁谁来去做的 你的设计已经成功分享查看Facebook 好我就直接点它 你看是不是我就新增了一张这样子的海报 在我的脸书上面 那这样我的朋友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讲的这件事哦 好了 那当然 我可以到时候再去编辑我这个脸书的内容 或者是再增加这些相片的一个说明 我觉得会比较比较好一点 不要只放了一张图片在这边 会让您的朋友觉得怪怪的 我是不喜欢这样子啊 例如说那个 例如这边 昨天 昨天在 石牌 捷运站 在 看到 免费 流感 疫苗 注射 活动 好 然后直接完成编辑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哦 真的等一下 呃 我的手机就会收到就是 别人给我的那个讯息 就是别人就会点赞 我看一下 这边 应该要再等一下了 就会看到 别人去点这篇文字 这个新分享的一个赞 OK 这就是我最后要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回归回来 花一点点时间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刚刚介绍的重点 好 您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很轻松简单的 让你在十分钟内完成一个海报 然后记得就把范本选好照片 你的照片自己挑一挑 好 记得哦 这个照片里面这个是自己的 自己的 你可以去 添加 你就可以到自己的本机端来去找照片了 只是 我觉得说 网路上照片比较漂亮 当时我就只有教这一个 好 再来就是文字 剪贴簿 背景 设计完毕之后 你可以存档起来 你甚至可以发表到社群 OK 我想十分钟完成简报设计 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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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